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者心动 因为心动所以风动 因为心动所以翻动 万物皆空无 一切唯心造 世间所有的事都是这样 因为心动所以在意 因为在意所以害怕失去 于是痛苦围绕 失意不减 人生彷徨 其实一件事 想通了是天堂 想不通就是地狱 不在意就是一种豁达 学会不在意 一切都随意 既然活着 那就活好 万事不强求 要走不挽留 金刚经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一切都是在变的 我们永远把握不住 永远都是过去的 所以要走的留不住 不是你的 求不来 老和尚有两个徒弟 大和尚和小和尚 一天小和尚失手 打碎了一个碗 大和尚急忙跑到老和尚面前告状说 师父 师弟刚刚打破了一个碗 老和尚手念佛珠 双眼微闭 开口道 我相信你永远也不会打破碗 你无法保证永远都不会打破碗 正如你无法保证 生活总是事事顺心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事情总会有遗憾 不要苛求一切完美 也不要苛求人人都对自己好 生活中总有些人会与你计较 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 却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何必在意别人的好 何必强求别人的不计较 北宋宰相吕蒙 刚上任时 好多人都不服他 有人背后说三道四 就他这点能耐 也能当宰相 有一次正好被吕蒙听到了 而吕蒙却装作没有听见 静止走过去了 和他同行的官员为他鸣不平 准备去给吕蒙出口气 但却被吕蒙阻止了 不必去理会 如果我这次知道了他的姓名 心里会一直想他 没有必要 许多时刻我们看似不为难别人 其实是不为难自己 看似是放过了别人 其实也是放过了自己 有一个小学徒外出取货 回来的路上被狗咬了 处理好伤口之后 他找到一根长长的竹竿 准备去打狗 师傅见状过来询问 你的伤口还疼吗 小学徒说不疼了 既然不疼了 为什么还要去打狗 因为他咬了我 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师傅说 你知道狮子为什么从来不和狗打架吗 小学徒愣住了 呆呆地望着师傅 师傅笑着说 因为不是谁都配做狮子的对手 打败一只狗并不光荣 但被狗咬到一口却很倒霉 小学徒听后顿悟 学会不在意 万事不强求 做自己该做的事 走自己该走的路 宽以待人 眼以律己 其余随意 得失不在意 一切随他去 曾广贤文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有一位住在深山的农民 生活十分困苦 一日 一位外地来的商贩 送了他几粒果树的种子 告诉他只要种下种子 等到两年后 就能结出数不清的果子 可以卖很多钱 农民开心极了 知道这种种子很贵 担心有人会偷走 于是特意找了一块荒僻的山野 来种植这果树 两年很快过去 果树结了许多果子 农民很是开心 还特意等到一个吉祥的日子 去摘果子 等他到山上时 惊呆了 飞鸟和野兽们 竟将果子吃了个精光 那原本结满果子的果树 变得光秃秃的 地上铺满了果盒 农民想到几年的辛苦劳作 和热切期望 一顺化为乌有 不禁伤心大哭 他的财富们 就这样破灭了 日子也依然艰苦 又熬了几年 农民偶然来到这片山野 忽然发现山上开满了果树 树上结了许多的果子 思来想去才知道 当年铺满一地的果核 竟然慢慢发芽长大 成了现在这一片 更加茂盛的果林 现在农民再也不用 为生活发愁了 这片果林 足以让它过上美好的生活 可是如果不是那些 飞鸟和野兽们 吃掉了那棵树上的果子 今天也不会有这群 成群的果林了 生活就是这样 有所失去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有时失去 也是另一种获得 看淡得失 才能品尝幸福 庄子中有这样一个典故 以瓦住者巧 以勾住者淡 以黄金住者昏 说的是就像赌博 如果用瓦器做赌注 因为便宜 心中无所惊息 所以逢赌必重 如果用黄金做赌注 金价昂贵 有孔有失 心慌意乱之下 便输得一败土地 因为太想打好球 所以手会颤抖 因为太想走好钢丝 所以脚会颤抖 因为太想赢 所以心会颤抖 越想得到 便越容易失去 人生在世 有些事尽力就好 有些人无需计较 面面俱到虽可贵 两全其美总难得 总有一时的失欲与意外 会让你措手不及 太在意得失 尚的是自己 一份珍贵的感情 不是彼此追逐纠缠 而是看淡随意 由它去 放得下过去 才能经得起未来 大盘涅槃经 一切有为法 皆惜归无常 恩爱和何者 必归于别离 诸行法如事 不应生忧恼 事事无常 万物都不会长久依存 只有放得下 才能拿得起 丛林里 猎人为了捕捉到猴子 做了一只 放了坚果的木箱 但只在木箱边缘 开了一个 勉强能让猴子 伸进一只手的洞 猴子通过小洞 闻到看到食物 就会十分心动 开始他们也会犹豫不决 会在箱子附近 来回徘徊试探 但终究会抵不过 食物的诱惑 将手伸进洞中 抓食物 一到这时 猎人就会从隐蔽处跑出 而抓着食物的猴拳 早已不能从洞中抽出来了 想逃命 只能带上这笨重的箱子 最终难逃被捕的厄运 猴子若肯放下手中的东西 就会有机会逃跑 可惜他不肯 因为拥有而放不下的 不只是猴子 人也是这样 今天的大事 到了明天就是小事 今年的大事 到了明年就是故事 今生的大事 到了来世 就是传说 所有过不去的坎 终有一天会化为坦途 让你一路高歌猛进 放得下过去 才能经得起未来 不管遇到多少不顺的事 都要相信 今天终会过去 明天一定会来 新的一天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有道是 情不敢置身 恐大梦一场 挂不敢算尽 为天道无常 人这一生最盼满 很多时候 我们看似自由 其实也有许多身不由己 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 有的只是结果 而再大的痛苦与磨难 也会在时间面前 一一被抚平 最终化为人生的一道回忆 很多事 不是不去在意 而是在意了又能怎样 这无法重来的一生 只有懂得珍惜 才能少些遗憾 只有学会不在意 才能轻松活下去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